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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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更是在短短11天内 连续恢复我国空域三次 我国外事部门发言人对此做出立严正警告 停止在南海地区寻衅滋事 因为横行是有风险的 捧此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对于美军出动战略轰炸机 频繁创出我国敏感空域的行为 不仅我国人民一范填膺 连美国东南亚地区的盟友都有些甘愿不敢言 马来西亚领导人 坏见后 政策就开始和我们有些不对付 前些日子还准备为美国转航母 埃塞赫四号两期攻击舰提供港口 但即使国家路线转向青梅 8月23日 马来西亚总理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还是指出 他认为南海应该采访自由航行 但不赞成美国频繁挑衅中国的做法 B-52这种已经十分古老的战略轰炸机 如此出动 其他方面的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尽管没有报道 我国的暗基雷达肯定能锁定B-52 这种完全没有隐身设计的大型空中目标 而缺乏机动性的B-52 在防空导弹面前完全就是靶子 所以B-52此次再次于空时 学别人试探 硬和中美两国最近在其他方面的竞争有关 入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章未经受权禁止撰载 关注我们 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